IT全播报新奇苦选早知道 华为将在武汉发布全新的Nova 5系列 这一次华为又有一款7纳米SoC首发 昨日华为终端手机产品线总裁何刚在微博宣布 华为即将成为全球首个同时拥有两款7纳米SoC芯片的手机品牌 业内普遍猜测 此次华为Nova 5系列首发的7纳米全新SoC 就是传说中的麒麟810 这也是麒麟980之后 华为第二款7纳米自研芯片 目前有关麒麟810的规格信息所知不多 麒麟810处理器可以看作是麒麟710的升级版 基于台积电的7纳米工艺打造 同时CPU和GPU都将进一步升级 特别是NPU也会有较大升级 在麒麟985即将到来之际 麒麟810预计表现不会比麒麟980差太多 从定位来看 麒麟810主要与高通的7系处理器竞争 除了华为品牌之外 荣耀可能也会用上这款处理器 而这次的Nova 5将推出Nova 5 Pro Nova 5 Nova 5i三款机型 分别搭载了麒麟980 麒麟810以及麒麟710处理器 其他配置方面也会有所区分 具体情况如何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